最近几天,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把华为列入实体名单的事。被传得沸沸扬扬,据外媒报道称,这意味着华为不能在未经美国政府的批准下从美国公司购买零件。同时华为手机将不可以使用Double Android操作系统。正当大家为华为担心的时候,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于成东表态了。 称情况没那么糟,华为除了自己的芯片,还有操作系统的核心能力打造。于成东在朋友圈中直言不讳地表示,消费芯片一直就不是备胎。一直在做主胎使用,哪怕早期K3VR竞争力严重不足。早年华为消费者业务品牌和经营都最困难的时期。我们也始终坚持打造自己芯片的核心能力,坚持使用与培养自己的芯片。 同时继续使用一部分美国芯片及部件。美国这次限制性名单,不仅对于华为,对于美国芯片、软件、部件等供应商,更是一个巨大损失。 随后,于成东又转发了华为新生社区发布的一篇名为《华为手机操作系统往事》的文章。并复评论,除了自己的芯片,还有操作系统的核心能力打造。事实上,早在今年3月份,于成东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华为已经开发了自己的操作系统。 以防美国科技巨头不再向其授权现有系统。而且,昨天晚上,微博上一名网友曝光了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份TPT演示。 在这份名为系统软件的换灯中可以看到由某教授领导华为操作系统团队开发了自主产权操作系统鸿蒙。根据换灯片的信息,该操作系统已对Linux大量优化,并已用于华为手机中。 另外,该项目还获得了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技术进步二等奖,并且争取CSRAMKIMG尽快进入前五一集准备申报2020年国家技术进。 不讲。在爆料网友的微博评论中,ID为潮文均5776的网友表示,图本身只是其院系成果汇报,不涉及具体内容。 请不要向高管提问,涉密内容不会告诉,操作系统名仅为候选名,请不要笃定。 此外,其他信息为本院系公开的信息和华为无关。不过目前,爆料网友已删除该条微博。 ID为潮文均5776的网友也已改名。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自研系统华为是有的。至于是不是会被命名为鸿蒙,还不确定,你觉得华为的自研系统怎么样?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